一步伸手不見五指 送困民眾拿著絲毛巾 捂著口鼻 但還是咳個不停 眼睛也被熏到快要睜不開 想逃生 卻被旅館人員趕回房內 受困民眾無奈 只好拿出手機 錄下最後遺言 他就是橋友大樓火警 最後被救出來的女性男子 在火場裡足足待了8個小時 被嗆昏獲救 看到他貪軟的身軀 被救下大樓 家屬不斷上前為他加油 要他撐下去 我們待爸個多小時 但是我整個心就很痛 家屬事後出面控訴 火警發生時濃煙向上竄 女性男子一度離開房間 卻被飯店人員趕了回去 沒想到事後旅館人員全部離開 卻讓隔離民眾待在火場 錯過了疏散的時間 熔煙了 還叫他們回去 已經不可說死的 當然是回到房間 是最安全的 但是在這之前 為什麼不讓他們疏散呢 如果他們疏散的話 是不是也不用死那麼多人 包括小房人員都不用死掉 百香果商旅老闆證實 事發火警的第一時間 他曾經以為是誤觸警鈴 通知旅館的防疫人員 待著不要亂跑 防疫旅館業者坦誠火警 發生第一時間 旅館的七八九樓 確實沒有火苗 為了安撫住客才會說 這是測試 不要驚慌 七八九 大人說來我旅館的時候 真正是沒有火災 所以我怕他們走的 整個都撞飛 防疫旅館給我怕他們撞飛 等到業者下樓查看 火勢不斷復燃 才發現大事不妙 也只能配合消防局指揮 但火警意外中 人命關天還是防疫優先 狀況評估錯誤 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TV新聞陳志忠 陳其軍 許又翔 彰化 採訪報導